所有的前世都是一个个不值得的记述的怀梦 然而当我醒来 在意识的虚造与深守不见指掌的无光现实之间 一线与一切 解算起来不过是几行虚子的后见之灵 我是情感的那名 现实的余虐物 我们如果看到她的外在的话 你会觉得她是一个时髦的 但是有些时候有一点孤单的 但是呢 她的装扮跟化妆的官司呢 又会给你一种叛逆的 然后似乎在对你挑衅的那种感觉 可是我自己跟她相处 我觉得她内心其实住着一个小女孩 似乎很渴望有姐妹 喜欢有妹妹 喜欢有姐姐这样子 彼此情同手足的那种感觉 那我记得说好非常可爱喔 她以前其实会注意到就是说 我什么时候在哪里可能有公开的行程 然后她会特别跑来看我一下 她每次来呢 其实都会像小女孩一样 会带一个小小小小的礼物 比如说呢 她知道我喜欢透明的东西 她也是带了一个小礼物来给我是自动铅笔喔 就很可爱 大家知道那种自动铅笔 笔壳是透明的嘛 那偶然来她可能转了两趟车或什么 来到这个演讲场地 然后来见我一面 不过现在五分钟给你一个小法家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她的内在真的是住着一个小女孩 然后那种友谊的方式 我觉得既混合着大人的那种彼此倾诉跟理解的那个部分 可是也有少女的那一种就是藉由小小的礼物 然后彼此的相视而笑这样子的小的细节去构筑起来 仿佛跨越了不同年龄想象的那样的友谊 所以我觉得顺滑其实是一个内在跟外在 她有一些落差 有一些反差 因此也显得特别有趣的一个人 我自己在读她的诗的时候 或者是读她的散文的时候 我常常会有一种就是觉得 哇 这个人真是一个异象的天才 那因为我们在读很多诗的时候 常常会觉得说 这异象好老旧 这异象太过干涩 读顺滑的这个诗跟文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顺滑他的这个异象的铸造 他的想象力的飞跃 我觉得其实是高于同代人非常非常多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在读她的东西的时候 好像常常会走进一个既黑暗又冷凉 但是她同时又花团景出那样子的世界 那我说花团景出并不是一个负面的意思 因为事实上在当前能够在文字当中 带给人这么丰美景象的创作者其实并不多 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顺滑的写作 其实是非常坦露内心的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读诗的时候 因为诗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曲折隐藏的文类 我不知道读者是不是能够感受到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读他的散文的话 我想这个特征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 那过去常有人说特别是写散文的人 是不是都有某种程度的这个暴露的倾向 但说真的这种暴露其实它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 那我自己会觉得数码在这方面它是充满勇气的人 所以它在散文里面它常常把自己放在第一线 那放在第一线其实是很可怕的 因为事实上你不知道有什么样子阅读之后产生的 不管是善意或恶意 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会用一种很凶猛的姿态 朝站在第一线的那个坐姿路过来 特别这是一个社群媒体的失败这样 所以我读他的散文的时候被他的文字跟他的那种强烈的情感的海浪所冲击 这方面也会有一点忧心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会觉得就是说 正是他的那个海浪般的巨大的感情 还有他的那种飞跃的想象力 这些东西也在他那个小女孩的内在 也许也构筑了一道我们看不见 但是实际上存在的一股非常强韧的可以保护他自己的墙 那顺华的最新散文集《猫在之地》 听这个名字我们就知道他的深情汇聚之所在 顺华是很能够把这种人的身体心灵对过去跟未来的这些联系 他能够把它写得特别的到位 又总是令人有一种悚然的感觉 因为这个作者他探触自己 探触到这么深的地步 我想没有多少人能够站在自己心灵的深渊的旁边 然后探头往下看 可是顺华的散文他是一直给我这种感觉 他一直一直把头往深渊里面探进去 所以我会觉得在我们读这本散文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好像什么人在旁边看着你 你会想要把书盖起来这样子 因为他里面太诚实了 那这种诚实我觉得其实是令读者会感到畏惧 那但是这种畏惧的感觉我并不觉得不好 很多时候我们读书好像只想追求一种舒适 但是读一本书竟然能够令我们对里面的那种美丽跟深刻有所畏惧 我觉得这样子的阅读经验其实在我们一生当中是很少会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